是 的 就一個字 的 非常 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蕭 我是瑪琳 我是老蕃姐 來到我們第二天的行程 那第二天的話其實我們一開始是來到台場的部分 那台場的地方的話其實我們第一站我們來到了草蜂公園 這邊有最著名的其中一個點就是東京小自由旅程下 那這邊的話其實那天真的很熱 對啊那除了熱之外你還有什麼記憶點 那邊很漂亮 它可以眺望整個台場的港口 然後還有個彩虹橋 雖然我們是白天去 但是可以想像到晚上是很漂亮的 就是它那邊可以看夕陽 對對對 對啊所以其實那邊是一個拍到的好經典 就是自由女神像台場那邊的話其實可以眺望整個港口 港口的旁邊其實就是彩虹橋 下午的時候我們可以去看夕陽 漫步在夕陽之中 那旁邊的話其實就有一個很好逛的shopping mall 那在這邊的話其實對於芳芳姐來說 因為我們是航劇最狠 剛好在快正中午的時候對我來講太熱了 對所以我會建議在下午的時候去 然後剛好看夕陽 然後看整個夜景 那如果是以早上跟晚上分別來說的話 你覺得感受的心理值 感受的話應該是會晚上會呆得高 畢竟是比較涼快嘛 然後燈光美啊 氣氛加啊 所以晚上的話就有到四顆星 但是早上不建議早上可能只有三顆星 拍完之後馬上就跑進去就能 其實最好的選擇了 在我們逛完潮風公園這邊之後呢 其實我們沿著往下走 就是我們就會遇到台場的另外一個最著名的點之一 就是鋼彈 其實也是我那時候排清晨的時候 我最想去的一個地方 對所以那時候我才硬爬排進去 那在那邊的話其實可能對於 小長輩的人來說會覺得比較無聊 會不會 對我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小孩子小生是經濟的人嘛 在那邊拍照看那些小朋友拍得很開心啊 那這一次當然其實是我第二次去 第二次 對 我們上次去的時候是在下午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逛完 剛好就是晚上 那那邊的話晚上整個燈光 其實它還是蠻美的 適合情侶去那邊散步 去散步喔 好囉 要 所以其實那邊的話早上去真的很熱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拍照的景點啦 晚上的話其實它會配合一些 Shopping mode的燈光 然後去做一些燈光的展示 那其實也是一個 遊走漫步悠閒的好地方 那在這邊的話其實 就是早上也會是一個 可能對於你來說三顆星的地方 是 熱 就一個字 熱 非常熱 然後晚上的話就是因為有燈光的一些變化 而且晚上的話那邊就非常的涼快 嗯 是很舒適的地方 可以順便吹個海風 然後走走路 那很浪漫的地方 所以晚上的話就有 升級成四顆星 登登登 立刻升級 那離開鋼丹之後呢 大家可以繼續接著往下走 到達了前面摩天輪的地方 那邊會有一連串的outlet 其實大家可以去那邊逛 之後再往前走就會到達現在非常多 網路上的人推薦的Tillet 這地方其實我非常推薦大家去 而且最好是在台灣就先買好票 因為我們去了當天 我看到很多人先買票 買完票之後就走下去下面 排了大概30分鐘 所以前前後可能花了一個多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才必搭他們想看的秀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網路上買完票 只要排那大概20到30分鐘左右 其實也蠻久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抓個時間去 但是很值得 拜託是值得的 對啊 那如果說像Tillet的地方的話 芳芳姐有什麼感受 剛開始去的時候被他們兩個嚇到 就要帶我去做摩天輪 但是我怕高 我一直不肯去 然後他就叫我跟著他們走 結果不是 他們是帶我去看的燈光秀 很美 摩天輪很浪漫啊 對啊而且就在旁邊而已 不行不行 不行老的 我又居高正 不行不行 害怕 那在Tillet裡面的話 你有發現他有什麼很不一樣的地方 很美 而且很新奇 建議大家去走一走看看 而且拍照起來那個效果特別好 芳芳姐在裡面拍了非常多的移速照 有機會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呵呵呵呵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1到5顆星 你會想要賠幾分 那這樣可以 就是4顆星吧 4顆星 嗯 其實也蠻高的對不對 因為是被摩天輪給嚇到了 呵呵呵 欸 摩天輪扣了一顆星 呵呵 那整個Tillet 其實大家可以花大概2到3個小時在那邊 好好細細品嘗 所有的燈光景色 這我覺得是值回票價 那在外面 那一區其實非常多的outland 那我們那一天剛好很幸運的遇到了 古董車的特展 我其實不太懂車 但是我那一天就是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大家可以好好地去 細細品嘗這一塊的照片 那如果說近期有趣的話 也非常建議可以花點時間 在那邊好好留個面 整個我們的台場大概花了一整天下來之後 我們就離開前往月島 去吃很有名的文字燒 其實那一條我沒有特別去做工 可以有真的不知道說哪一家好吃哪一家不好吃 所以我們就很順勢地走了 看到一家 欸 看得蠻順眼的 我們就走進去了 那這邊對文字燒 哇 芳芳姐對那一間文字燒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很特別我第一次吃過 呵呵呵呵呵呵 你覺得跟大阪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他不知道大阪燒 知道了我吃過 嗯 是因為他還有桌邊服務喔 所以比大阪燒還高級 對 整個整個CP值就提升上來 其實只是店員覺得你不會用嗎 那不是都幫他服務的嗎 呵呵 因為其實那明天餐點也有大阪燒 只是你沒有發現 因為我真的看不懂啊 沒關係 我們會比手畫腳就好 對 反正點出來的東西好吃就好了 所以那天整體吃下你覺得 對你來說一到五顆星 你想要等一下吃 四顆星 也是四顆星 額外補充一個 其實我們從我們吃月島燒的 呃不是月島燒啦 是文字燒 嘿 文字燒出來的左手邊的地方 就有一間非常好吃的 它是菠蘿的皮 下去做烘乾吧 還是什麼 這邊放上照片其實我不是在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叫什麼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我說一下 我們好像是可以去的時候再買這一份 菠蘿皮 菠蘿皮 不是不是不是 整個弱掉了 可是真的好吃好酥 它做的很像餅乾 對 就是好像就是整個菠蘿 菠蘿麵包上面那一層整個烘乾 所以等你做給我們吃 我們在月島吃完文字燒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坐車直接前往銀座跟遊樂坪啦 那在這邊的話 你還有什麼印象嗎 因為那邊應該是屬於逛街的地方 那我本身就 不是很喜歡逛街 那就是拍拍照可以 那一天的話其實我們好像也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你沒有很喜歡逛街 所以其實我們就在那邊 比較著名的幾個景點 那帶你去逛逛 帶你去見識一下 年輕人知道說這是年輕人喜歡來的地方是吧 對啊 像銀座啊 銀座的話它其實就是 集合所有很多國際精品 去一地的地方 那像是大家可以居民 一定會知道像是 LV 富士等等之類的精品其實都在這邊 所以它其實算是一個 相較起來比較高端的地方 可以有很多的米其林新餐廳在這裡面喔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吃也很好逛的地方 那在遊樂坪的話 相較於銀座 它是一個比較 屬於年輕人逛的地方 那那邊 它比較著名的話就是像 零一零一或者像是Lumian 這一種比較年輕人逛的一些百貨 那它裡面可以買很多衣服啦等等之類的 它比較平常是年輕人可以逛的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的話 因為對你來說可能它就只是一個 跟逛街的地方 拍照 對 所以對你來說它可能 然後吸引力不算高 就可能是 對你比較不喜歡逛街的人 可能就是 兩顆或者是三顆 對對對 可能就是這樣 因為吸引力 對我來講不會很高 那當然喜歡逛街的人就練當別人啦 那我離開銀座之後呢 我們就前往了東京鐵塔 那在這邊要建議大家 如果說啊 時大家出國自由行之前 一定要練體力 我們那時候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大概我看一下那個 我寄步器 已經只有拉一萬五千多步吧 我的腳筋快不行了 我的舊上突然瞬間復發 所以如果說有去的各位 一定要記得 先練好體力 好這體外話啦 那其實我們那天到了 最近的地鐵站之後 我們大約爬了大概 十分鐘的山嘛 那個坡 那個坡對我來說是高山 這太累了 這小坡而已 沒關係 你對一個腳傷的人腳快壞了 反正就是一個坡 好沒關係 反正就是那個坡 爬上去之後呢 就到了東京鐵塔 那一樣我們這次也是有提早先買票 所以到那邊就換完票之後 就直接前往布地底 那對於方芳姐來說 你覺得東京鐵塔 整體評價覺得怎麼樣 五顆星 很美 五顆星 五顆星 可是你沒有去 才那個 看不到 看得到 那邊 沒有 我可以拍照就好 他有個透明的那個 就是他可以看到 透明玻璃啊 透明的地板 對 對居高震的國後 簡直折磨 我怎麼可能敢震上去啊 他在旁邊就那天他就在旁邊 探了一下 探了兩下 我把他拉過去 就是好像腳被強力膠黏住一樣 死不過來喔 所以 整體對你的印象就是 東京鐵塔看出去非常的漂亮耶 但是那個地 那個 那個 致命傷 不行不行不行 那沒辦法 其他樓上也有紀念商品 可以好好去逛逛 再回覆自己的紀念品喔 那邊看夜景很美喔 嗯 記得到那邊去 一定要去看夜景 而且門票其實超便宜的 而且他那個 東京鐵塔晚上的 那個燈光很漂亮 整個這樣往上快 晚上打的燈光 對對對 所以他除了 其實他除了可以看夕陽之外 他其實夜景的部分 你可以從可能大概下午三點多 就進去裡面那一路 可以待到六七點 那再慢慢的往下 然後再去走回家 或者是走去吃飯 那另外的話 其實可以提一下 就是在東京鐵塔那邊 目前這個時間來說 他還有另外一個展覽 就是海賊王宅 喜歡海賊王的人 一定要去 除了海賊王之外 還有包含像是 2020的東京奧運 那那邊其實就有很多的 有關東京奧運的紀念品 那除了東京鐵塔之外 還可以把東京奧運的東西 也一起帶回家喔 那在我們去完東京鐵塔之後 我們當然是晚上 七八點的時候 那我們要填飽我們肚子嘛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 準備前往我們的 品川拉麵街 那在品川拉麵一條街 他其實那邊有 非常多的拉麵點 至少有十家了 超過的超過 超過的超過 我們那時候其實 也沒有特別說 一定想吃那一間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隨便選了一間 那一間的話 對你這麼高的人來說 你的評價怎樣 不錯耶 他讓我很吸引的就是 他有一個石頭 滾燙的石頭 對對對 那很特別就是 你當麵吃完以後 他要把那個石頭 放在湯裡面 然後再喝湯 這是很新鮮的一個方式 就是等於是 他有先給你一碗 湯麵或乾麵 那你把它吃完之後 你可以把那個湯再加到那個 就是這個石頭 把它加進去 對然後就又變成 一碗滾燙的湯 然後就讓你 喝湯喝到飽的概念 所以喜歡喝湯的話 那應該至少有四顆星的 對有 這是一定要的 所以如果西洋 你要喝湯喝到飽的 記得去品川拉麵街 他不能喝太多 電名顧在下面 以上就是我們在第二天的行程 那這些就是 僅供大家去參考啦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按讚 那記得訂閱跟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